PDT曝光文以加郑文燦 但不给搜索票的原因为题 揭露一张又一张 民进党多位大佬 进出时任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官邸照片 时间续一路从2月26号 更拍到3月20号的新潮流聚会 包括前文化部长使则 前立委于宛如等人 还写着这么多人来来去去 只待进又只待出 难保不会不小心掉个什么在里面 有篮尾率先出面质疑 即便在郑文燦遭收押后 检方仍相当尽责的四次要求搜索 却都被驳回 是否在隐藏着什么呢 重回副院长官邸现场 只要站在对街 谁进出官邸都可以拍得清清楚楚 网红四叉猫指出 时隔近5个月 PTT才揭露这些照片 而爆料者IP还在丹麦 过往没有推文 这账号背后恐怕不单纯 创账号4年 没有发过任何文 也没有推过任何的推文 就一个非常干净的账号 删除的文章呢 它是台湾的IP 发了文发觉忘记开跳板 所以他马上删除 然后隔天再发一篇爆料文 记得开跳板 所以就显示在丹麦 台湾的IP呢 是一个叫做中加宽品 他们提供的IP 城市中选台北市长期间被跟拍 蓝营人士随即跳出来谴责 再到郑文燦官体偷拍事件 绿营质疑SOP如出以策 显然是同一组人 我们从照片的这一个光线 色者拍摄的角度跟手法 拍完之后透过周刊 透过蓝营明代的爆料 连副院长的官邸都会被拍 那这个总统府相关的人员的会不会 从丢图到爆料手法一条龙 苗头似乎对准绿营 究竟背后有政治操作 起人移动 下期训练欢迎解码 月魂太报道